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关心的是青年的就业问题 那其实呢 现在我们也发现到有一些年轻人 因为这个在市场上所找到的工作机会 真的起薪是非常的低 所以他们都会选择在家里 暂时来待宴 那有一些我们媒体有封他为这个啃老族 究竟所谓这个啃老族的现象 他是不是还会继续的扩大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VCR 在台湾有一群被称为 尼特竹啃老族或是米虫的年轻人 没工作没进修 失业在家吃老本 或是生活开销多靠家人资助 由于暂时没有经济压力 因此对投入就业市场兴趣缺缺 像徐小姐这样 失业在家吃老本的年轻人 这几年在台湾有增加趋势 有些人在家里蹲 是因为苦找不到喜欢的工作 有找过啊可是就没有适合的啊 没有想要的或者是薪水也是很低啊 离家不方便啊 有些人则是选择继续升学 想避开严峻的就业环境 或想为自己的履历加分 但现在不仅大学录取率几乎百分百 朔博士生也比十年前增加好几倍 许多人抱着高学位却也只能在家里蹲 我们也必须要去重视这个问题哦 台大毕业未必找得到工作 尽管确实有些年轻人养尊储優惯了 整天只想在家吃老本 但更多台湾的年轻人并不是故意在家当米虫 他们依旧很努力的想找到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 啃老或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需要家人适度谅解与协助 而对政府来说 这也许是一个急需正式于解决的社会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这个全国跟青年的失业变化的状况 你看到在91年的时候 有5.17%的失业率 总共有51万5千人失业 其中呢 青年失业占了4成6 然后在95年的时候呢 失业率是蛮低的 3.91 那个时候呢 青年失业呢 比较高一点 4成8 然后呢 走到了98年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失业率已经到了将近6%了 那时候失业人口呢 63万9千人 那时候的青年失业呢 有稍微下降 4成2 然后到了100年的时候呢 4.64 其中呢 有4成4呢 青年是失业的 请问一下这个 维宏哦 当初失业半年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本来是在做传播业 然后你会想要去 就是想要去写一些 从事一些文字的工作 所以当杂志 有一个杂志来找你的时候 就 毫不考虑就离开原来的 电视公司的工作 就往那边投入 但杂志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不稳定的状况 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 63.9万 我那时候就是其中之一啊 因为它突然之间 它就是 它杂志就收起来了 无预警的 它就告诉你说 这个杂志经营不下去了 那时候是金融风暴的状况 对 然后老板 老板其实很有钱 但他就不想玩了 因为他就觉得 既然这个看不到愿景 其实 后来想起来 后来陆陆续续 其他这同性质的杂志 是有赚到钱的 就撑过那段时间就可以 但问题是 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啊 好 那时候面临到失业哦 一时之间 心里受到什么样冲击呢 会觉得是说就是 会急的想要赶快去找工作 但是你越急 就越照不到工作 有这种状况 甚至还有那种 已经谈好的工作 然后在你要准备上班的前一天 然后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临时冻结人事 这那一刻就是 看到那一封信 就眼泪就飙下来 因为你原本已经准备好 你要赶快去工作 但是就突然之间就没有 那因为家里的环境 其实是不允许你 可以在家里休息 所以变成是你 必须要赶快再去 你掉眼泪完之后 你又马上就会投入下一个 找寻工作的状况 这样寻寻觅觅觅半年 对 真的是整整半年的时间 而且那你并不是 把自己提的要求很高 比如说你薪水要多高 或者是你要 夺理想工作 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你就是 没有机会 甚至那时候已经是透过关系 就是说比如说面试 面试就好 但是你一样是没有最后的机会 因为竞争者太多 那时候同时间失业的人很多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才会持续半年的时间 所以后来你是在 不得不的情况之下选择22K 对 就是不得不 不得不 但是你还是 而且22K它占据了一天 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了 薪水这么低 然后你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你要维持你正常的生活 所以你就必须还在去做 其他的状况这样 其他剪裁 我请问一下这个怡萱 刚刚看到啃老族 你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社会对你们年轻人 真是太不公平了 因为工作就是这么难找 薪水就是这么的低 然后又不是不愿意出去工作 只是暂时在家里待业 还要封我们这个啃老族 这样子的称号 现在比较常听到有人讲 我们是草莓族 对 米虫也是啦 然后草莓族也是 很多人说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去做一些餐饮业工作啊 但我们不要啊 我们自以为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所以就是我们的草莓族 就这样碰一下就烂掉 那我想到之前在母亲节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些 堂哥啊 或者表哥表姐 他们已经出社会比较久了 那母亲节聚餐啊 很多个妈妈都在一起 包括我妈妈 然后那时候母亲节吃完饭 大家就一个一个拿出礼物来 然后只有我 怎么拿不出来 那我当下觉得别人的妈妈真好 对 然后我就有点难过 就自己没有钱 可以给妈妈买点东西 所以其实不是不努力去找工作 就是就那个机会真的很难 那个机会其实不会很难 只是都薪水真的很低 都是那种一万八 不然通常是业务性的 还有像那种房仲业的啊 就是零底薪 完全靠业绩 那我有朋友啊 他做了半年 才接到一个case 对 那他半年来 他一毛薪水都没有 现在很多工作是这样子的 其实机会很多 可是真的是薪水 没有办法过活 是 就是这样 我觉得从几个普遍 普遍化的一个事情来看 当然现在年轻人就为的情形 譬如说 以前我们讲说长期失业 长期失业 它有可能变成 变成啃老 变成其他的 尼特祖是讲说 你宅在家里 你完全不出来 已经放弃了 某种种方式已经放弃了 如果你还出来打个工的 还不算尼特祖 所以其实 我们从几个普遍性的事情来观察 第一个 以前我们讲说长期失业是什么 中高龄 像我这种比较 接近中高龄的 高不成低不就 然后去当保险人家群体太年轻 然后要去找工作人家群体太老 不是啊 现在的年轻人长期失业的比例 大概大专以上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而且年轻人大概占四成多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好像观察到说 失业的这个结构的问题 好像跟年轻人都没有关系 年轻人有体力 然后过正直接有工作 不是 有一群年轻人 他持续找工作 早一年都找不到工作 那这当然对他们来讲 对他们的人生 对他们的生命来讲 当然会很大的冲击 那包括说我们的 我刚才讲的部分公司 跟派遣的这个比例的增加 包括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有104万的人薪水在2万块以下 大部分可能会掉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从一些普遍化的 一些情形去看待 年轻人目前就业的话 坦白讲说实在 刚刚的这几位年轻人朋友的描述 比如像前一阵子 这个政府申布生息 生息对你来讲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他们有学代的 生息利息会增加 利息会增加 那我们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 比如说他们想要成家立业 想要结婚生子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的 到最后呢 到最后变成怎么样 到最后变成 纵使是刚刚几位年轻人讲说 我们去考试公务人好了 最稳定好了 最稳定 说实在的 目前的公务人 曾经有个年轻的公务人 最大将跟我讲说 我们这一代要买房子 是三代的所得移转 没有长辈的资助 买不起房子 没有偷七块 买了房子以后 影响人家 你变巫奴了 那你就完全没有办法 收支一这样的一个房贷 然后影响你对下一代的投资 所以是三代的所得移转 所以其实这些普遍化的现象 都是未来国家去面对的 好 那政策上要怎么做 政策上包括说 要不要适度的降低 这些年轻人 在某些支出上面的一个 一个支出的可能 储蓄是不用讲的 储蓄大概是很难的 就是说大概这一代的人的 储蓄能力 大概是下降的 储蓄率是下降的 但是呢 他们的支出 有没有办法避免 有没有办法去减少 至少我觉得国家在这一块 除了在就业环境的改变 除了让 譬如我刚才讲的 我们观察到的是 很多老板不是没钱 是赚了很多钱 前几天我们在那边讨论过 老师 那么好的一个品牌 赚了那么多钱 但是他的劳工的薪水 还是责任制 还是公司很长 相对能够报酬是很低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分配的问题 就必须国家在政策面来做改变 那其他的部分 包括说我们如何 透过一些公共性的政策 透过一些社会福利支出 来让年轻人的支出的压力少一点 我觉得这部分是未来国家可以做的事情 好来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来接的是新竹徐先生的电话 徐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三位年轻人还有两位专家您好 这个读书是要被利用 不是白读的 全台湾的听众神要注意听 是说高中的时候就要有预定的目标 就像学那个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就是玻璃那些 其他什么成分 老板一定要用到你 他因为有控制 他是废物回收 所以要及早立定目标 对对对 谢谢谢谢你的电话 再接台北郑先生的电话 郑先生请说 我是觉得说 刚才那些人讲的都蛮有道理的 那只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可惜的是说 变成说很多人都在讲说 整个就业环境大恶化的问题 那我觉得其实对这一群年轻人来讲 他们最痛苦的一点在于说 他们看到以前的人 他们的收入相对的比现在22K 怎么说都来得好太多了 那这种相对的剥夺感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内心最伤害 觉得最重的一个地方 好谢谢 谢谢你的电话 再接屏东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请说 主持人 然后各位来面大家好 我目前在邮局工作 那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连我们公司都说责任制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打卡 一天工作时间有时候超过10个小时 12个小时没有加班 我们政府机关就放任这样的 何况是一般的民间单位 那那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些是公务人员 有些是所谓的从业人员 薪水就不一样了 那国家就已经带头 在做违法的事情 那压低所谓年轻族群的薪资 那我们这个国家已经生病了 所以可能要从头去改变 好谢谢 谢谢你的电话 再接台南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请说 主持人各位泰州来宾大家好 我是请问秘书长 我跟你报告 这个中小中高龄的部分 因为现在目前存在的就是 资方有时候要用年轻的 那个中高龄的婴儿而失业 像我两个孩子读私立大学 我都要供应 还有我为了劳健保 然后我后续的劳工的基数跟联资 我不得不加入职业工会 这也是确实的失业率 还有第二点 就是说中高龄因为失业 而他要加入职业工会的部分 那我们是不是要向政府争取一些劳工基金 因为劳工基金我们没有 好谢谢 谢谢你的电话 我们再接嘉义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各位来宾的想法其实都没有错 可是事问一件事情 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利润 那你就业也是创造自己的利润 那你有没有许想过你能为你的企业组 创造多少利润然后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呢 好谢谢 谢谢你的电话 我们再来一谈 就是说我想问皓宇的就是说 其实你算是蛮幸福的 因为父母支持你就是继续念研究所 然后呢 而且没有给你很大的经济压力 对 那你自己本身看待自己这样的环境 你有什么感觉 就是因为周遭朋友就还蛮多朋友有 可能就是有学代 也许有些是从高中就有学代的了 然后直到大学 然后就会就是有时候就是说他要去打工 那时候就会觉得 欸为什么他都要去打工 可是之后自己要进了大学之后 因为自己是读了私立大学 因为私立大学贫富差距真的是很大 就是有钱很小孩子就是 他爸爸妈妈的企业是OK 他爸妈可以帮他付学费 房租也可以帮他付还给他额外利用钱 可是有另外一些同学是他要付学贷 他要自己付房租 他要自己付零用钱 那他在于就是 呃就是 现在政府这样子 OK他付了房租好也许 住在比较太北 新北市好了 新北市现在就是五六千扣掉 他还要再付学贷 然后他还要再用零用钱一些 还有一些什么娱乐的费用的时候 那就会觉得就是他在月底的时候就会说 啊没钱 或是他必须要向别人去借钱 然后这就是一个很恶性的循环 他必须 因为他也不能跟父母要 因为他的家 呃生长家庭不是 不是像我那么幸运 是 那你的父母亲喔 在面对你的就业的未来的时候 嗯 有曾经给过你什么样子 比较安定的话语吗 有就是想说 因为不然就是继续做家里的工作这样子 对就是 就是会 呃父母通常都会想说 诶我工作做的这样子 也不从你吃穿 然后我希望你接下我的工作 也让我老了之后不从吃穿 但是在这个 呃环境底下 长那个成长的孩子 都不会想要 接家里的工作 想说诶我自己出去也可以 呃做一番什么 呃可以试试看啊 搞不好我会比父母还要更厉害之类的 想要看自己的能力到哪里 可是其实到最后 呃回去的机率还蛮高 我不是说我 还是说其他人 是 对 刚刚呃其实有一观众 谈到这个相对剥夺感的问题喔 嗯 在你自己本身 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到说 有 有 因为那时候就是 父母就说 呃可能会说 诶你看现在当老板不好当啊 当没多久就收起来啊 就是可能就在路上你看 诶这做没多久就收了什么的 我说那是因为就是他是 就是他现在要开店啊 他如果现在以前就是 呃经济起飞1990年代 就是台湾前烟角木的年代开店的话 搞不好他现在是大公司的老板啊 就是时代的 变迁跟 以前跟现在是真的差很多 因为我的父母是在那时候创业 刚好有搭到那一艘就是船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现在 勉强成到现在这样 是 对 你自己本身有那样子强烈的感觉吗 这个强烈的感觉 应该是还好 就是最早是阿嬷家那边啊 因为阿嬷家那时候 最早是房子的问题 他们那时候也是搭上那一艘船 然后好不容易买了一栋房子 然后现在比较难过的是 像我们这种存钱能力啊 应该是到老都买不到房子 应该是到老都是用租的 所以你目前已经放弃智产了 我放弃智产啦 我觉得我可以每个月 缴出房租 然后我的 然后跟我小孩说 妈妈没有钱 你花自己买房子 还敢生小孩 小孩要承重接待 这没有办法啊 这要看以后婆婆怎么说 是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现在年轻人 他可能是穷极一生贫穷 比如说现在你的薪水就低了 比如说 假设你去计算一下 你6%的退休金 如果老板还有良心帮你提脚的话 你将来要负担的 劳健保的费用可能是最高的 你的退休金是不足以你生活的 所以你现在开始贫穷 你是穷极一生贫穷 穷极一生贫穷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坦白讲 我们今天念社会福利的 可能是真的呼吁政府要提早因应 提早因应 那我必须要回过头来讲说 的确有一个经济学者 讲了一句话讲说 现在年轻人最幸运的地方 唯一幸运的地方在于 碰到史上最有钱的父母 也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的父母 大概就是台湾的经济起飞 那个时候有一定的资本累积的 但是不要忘记 这那一代的人的资本也在消退 也在消退 而这一代的人呢 你的所得是不足的 那我比如说我刚刚 有几位来宾打电话来 观众打电话来讲说 失业力的问题等等 台南的陈先生 的确在我们的观察里面 我们这几年的非劳动力人口 是增加的 这些人搞不好是从 劳动市场里面退出 因为找不到工作嘛 找了一年 找了两年找不到工作 就退出去了 那另外一个问题 好 那到底 如果说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 所谓的竞争力 所谓的替企业创造一些利益的话 坦白讲 我是劳工团体的代表 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 台湾的劳工真的很努力的 在扮演这个角色 只是真的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尤其是在 我必须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在 所谓的无薪休假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发现很多的劳工 就莫名其妙 因为有某个大企业 开始所谓的放无薪休假 下面的就如法炮制 然后大家就一起失业 那你每天在那边工作 你也知道说 其实很多事情还没做完 其实订单也不是那么糟糕 但是老板就是一声令下 你就是必须承担起 如此的这样的一个 比如刚刚讲的 莫名其妙就失业了 莫名其妙就沦为 找工作找了半年都找不到工作的一个人 然后对你的信心的冲击 其实是很大的 那我必须要真的要呼吁大家来看一个 真的是普遍性的情形 就是目前的年轻人的就业环境 真的是会影响未来的 如果说 如果说扫子里话是一个国安问题的话 现在青年所面对的清贫的问题 也是一个国安问题 因为将来这群年真的是不生小孩 省至于最严重的 他们用抛弃继承的方式 因为国债也很多 抛弃继承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国家 我相信 如果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话 我相信对未来台湾的 整体的社会发展都是负面的 是 老师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站在政府的部分 对于目前这个很严肃的问题 而且牵涉到这么多人的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现在等于都是跟过去比 觉得说青年朋友的薪资在下降 然后实质的薪资 也是下降的非常严重 那过去相比 主要就是指跟90年代 1990年代我们的IT产业迅速的发展 那有很多的老板 也都是赚了很多的钱这样子 那现在来讲的话 变成就是说已经进入到2011年了 所以在未来 这个IT产业有若干 一方面也薄利化了 另外一方面若干 也有些外移到大陆去了 或是其他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获利不如像过去 那所以我们要记这个 当年的IT产业之后 我们现在要发展出什么产业 来取代IT产业当年的那个地位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 那另外呢 就是刚刚我们书长也有提到的一个 分配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像这个物价 还有房价这部分 其实它的成长率 是比我们的薪资成长率来的更高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方面当然希望我们的薪资能够提高 但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跟房价飞涨的更快 那薪资提高其实也没太大意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政府也应该要有一些相当的制度 比如透过一些税负 像现在有提到什么奢侈税 甚至比如说空污税 等等这些方式 让我们的这个贫富的差距 或者说我们的实质的薪资的购买能力能够上升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想请一下维宏哦 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在看肯老族的状况 就是有些青年朋友 他不用太担心经济的状况 那当你在面临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你心里的想法 有没有曾经去想过这个社会结构贫富差距的问题 其实根本没有让你时间可以去思考这些 因为你下一步就是要赶紧 要帮忙家机 你要帮忙去家里一些生活的情况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考虑这些事情 那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都赚得到钱 或者说别人都不会没有工作 那是只有在你真的是休息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你有喘一口气的时候 你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或者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忙的状况 就是瞎忙的状况 因为你忙着要去找工作 你忙着要去找应征工作 你忙着要去面试 然后你忙着要准备更多的准备 很多人都会说你可能准备不够 那好我们就武装自己去竞争 让自己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但是你在竞争自己的过程当中 你就不会有时间去思考说 或者去愿对你所面对的情况 尤其是家里的环境是这样的时候 所以当你身旁有朋友 你看到他们其实不太需要为工作烦心 或者是说他可以就是 慢慢的去选择他要的工作 看你看到这样的朋友的时候 你是觉得说 其实那个是他运气好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真的是看个人吧 因为你什么时候都会有什么样的 靠什么样的人赚到什么样的钱 我觉得那都不一样 父母那一代有他们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这代竞争力不一样 就是说你可能以前那个年代 你很努力赚钱 你很努力的去加班工作 你可能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财富 可是到我们这代就不是这样 我身边也有跟我同年纪 但是他已经是年薪百万的人 他找到的是他属于他的竞争力的方式 那只是我觉得我们在我们这一代 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去习惯 或者去找到那个 除了努力工作之外的竞争力 就大家还不知道说可能是哪一个 大家都在找 有些人运气好 就找到了 有些人运气不好 像我们大部分人这样子 可能就要必须再努力去找 是 我请问一下这个浩宇 就是说 宜仙 我就请问一下 就是说 现在我们再回过的来看 就是踏入职场 那很多时候 其实你的就读科系 决定你职场的竞争力 所以你会去推说 我当初 其实在选择大学科系的时候 我就应该要想清楚 我未来应该从事 就是我想什么工作 可能比较赚钱 比较稳定的工作 你有想过说 如果我早一点力定志向 现在不会是这样的状况吗 其实小时候真的不会想那么多 因为小时候你写我的志愿 大家都想说我要当老师 可是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考上师大 对吧 那时候我要当空姐 可是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长170 我就150几公分而已 压持人也很乱 然后想说 那我要当工程师 然后可是大家都会工程师 以后肝会坏掉 但是小时候不会想那么多 小时候觉得 就是我想 我先念我喜欢的方向好了 我就往我语言念 因为我还蛮喜欢念语言的 那语言念完之后 老师就会说 这东西你就当兴趣学一学 对 因为我们未来啊 70%都做 跟我们科学无关的东西 其实各大科学都是这样 真的 所以你觉得其实 就是教育有必要协助你们 早一点去认定自己的方向吗 可是这样的话就会有人批评说 教育就是 就是之前研究所的感觉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教育只是 就是像我学这东西 我是培养我自己的内涵 对 或学音乐是培养自己的内涵啊 也不是每个音乐系都出来到音乐家啊 我觉得我有个前辈啊 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想说20年前他来跟我一样搞工运 这个台大毕业 然后那个家里的 是老人家说 年轻人有理想牺牲奉献 零两万块没关系 20年后的今天 现在年轻人零两万块 事为理所当然 这就是个问题了嘛 20年就两万块 跟现在两万块 差多大 这整体的 你的货币贬值的问题等等 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结构面的问题 就是说谁造成现在年轻人 或谁让台湾的工资停滞不全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啊 我们可以追求一个 追求一个让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过得比较好的生活 那这个政策面上你要怎么去做 包括说我都很多的政策都必须检讨 包括说外劳政策等等的这些政策 都必须拿出来做检讨 所以请大家 我觉得请政府回到结构面的问题来看 到底是谁造成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就业 完全的低性化 是 所以 民主长我想请教的是说 就是说如果说外劳政策检讨 那国内劳工 你对那些人 就是让我们修全强的 przy 迷oll的 我们修全然